我們對三堂書的那個做得正的病人 另外就是一些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或者所謂思覺失調的病患者 另外還有一些就是第一次生的腐蕾 以及以往曾經也患過產後嚴重精神病的病 治療當然就是越早越好 因為這類的病實在太難估計它突然轉正一點 可能A分鐘你覺得是沒問題 下一分鐘已經可能抱著B一起死了 所以這類病人一發覺就要趁早去接受治療 而且這類病人很多時候 如果你越遲治療的時候 就越有機會就越做送入醫院醫院 其實有很多時候我們在門診見到的病人 譬如是政府門診因為都要排期下去 有時候我們都會見到一類的高危病人 其實你見到的時候就要送入醫院 因為如果不入醫院就很大 那一類的病人進入醫院我做甚麼呢 進入醫院我們很多時候會幫助路鎮黨治療 或者路鑑黨治療 其實就好像飛而封人院那些 但其實現在就很文明了 我們不是再減傷地去飛電腦 而是其實有整隊的醫療專隊 是有麻醉絲、有醫生 有精神科醫生、麻醉絲、有護士 有其他人去處理這個腦電檔治療 腦電檔治療的好處就是 很短時間就可以將病情控制住 所以一般若要接受腦電檔治療的病人 他可以在良心的例子的情況裡受控制 還有可以有機會已經出院了 但如果你說等藥物治療 一般來說等藥物治療 其實是頭一兩個禮拜可能是 勉強控制住他沒有那麼多動 沒有那麼暖 但其實病情都還未是叫做合理想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如果只是吃藥 不去做跌倒接 那很多時候我們就要很小心 他的病情的變化和評估的風險 另外一類的病人其實都需要心理的報道 治療方面其實就剛才我都提及過了 因為媽媽是有嬰兒的 所以其實你也要照顧嬰兒的方面的事情 但你就一定要監察親子關係 因為始終他的病 曾經有病這類的產弱嚴重精神病 他們可能會有一個殺嬰的傾向 如果你監察著他怎樣抽小孩的時候 其實有機會你以為他病控制住 然後被抽小孩 怎知道他會有些事情傷害小朋友 所以你一定要監察著他初期怎樣照顧小朋友 另外剛才也提過的 比如家居服務、親人和丈夫、社工護士、社工那些 那位的病人其實是一定要跟醫護人員保持溝通 還有親友是要盡早幫他塵求這個治療 有五分一的機會 其實他們將來再生產的時候會復活 所以其實這一類病我們都會提議 如果真的再拖嬰兒 他有需要考慮會一些醫護方法 接著我們再講醫護、產後抑鬱症 以及其他精神病的方法 做一個好爸爸媽媽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第一 我們有很好的經濟基礎 因為香港的生活指數很高 還有未來的世界都是艱難一點 經濟很難估計 因為沒有錢就香港有很多的服務 都不是不收錢的 另外就要計劃新育 你自己要計劃一下 不要讓自己很短時間去練習 再生小份 因為體力上面和照片方面都是一個問題 另外就可能你也要自己認識清楚 做媽媽的責任 產前的時候要參加一些產前的班 學習一些關於生理上 育嬰、產後抑鬱的知識 還有要了解生產的過程怎樣用力 還有生產的時候可以要求什麼 譬如說可否要求止痛劑 譬如說醫生跟你說要胎兒胎水族 你都要知道他在說什麼 或者他說要需要開刀 或者需要偷出來 或者需要傳出來 代用什麼手足 你就要知道清楚了 到時你就不會因為你已經就生了 很痛了 我都做不到任何主意 醫生說什麼我完全吸收不到 這個就會比較麻煩 就會令到自己會覺得很大的懶疚 有些事業主要說真的出了麻煩了 另外就是要參加一些產前的實習班 學多一些這樣的東西 還有就儘量保持一些適當的活動 不要被自己只是坐在那裡 因為坐在那裡 其實真的很容易到生的那一刻不夠力 丈夫也需要協助 譬如他也需要了解一下 太太唐屁時可以出的問題 和生產前後有什麼東西 可以有共識互相分擔一下 一般來說 中國人的傳統智慧就是 唐屁不要裝修家 搭檳 搬家 這些都對的 因為其實你要有很多改變的時候 其實你都要去適應 所以這一類的都盡可能避免會有些 譬如你說專門工作 其他東西就更加難度高 另外三年之後最好一定要休息夠 因為你休息不夠 人的脾氣和情緒也會波動很多 還有就是說 最好就是有一些私人的時間 可以填製一下自己的情緒 舒緩一下 譬如說有沒有可能有些人幫你 就算不多 可能整個星期可以抽到一兩分鐘 給自己去休息 都是有好東西 讓自己可以安心一些 做一些自己會輕鬆一些 有什麼最好事 另外就可以說 輪回朋友 不要純粹說生完嬰兒 每個人都不見 那找朋友談一下 其他平時做女兒的時候 就是做人家媽的時候會談的事情 那可以變成自己的談數方圍 支持方面會比較好 另外在香港 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做 綜合兒童發展服務 就是由一個衛生署的勞醫健康院 和醫管局裡面的兒童及青少年科 即是所謂兒科加上精神科 做的一個新的服務 是會幫他們做一個產後的評估 簡直叫CCDS 這個服務其實是由多個專業團體造成的 裡面包括會有精神科醫生 兒科醫生 婦產科醫生 健康院裡面有護士 精神科的社會護士 各團隊方面是會做評估和治療的 聯合英國那邊說的時候 他們交過數字出來 就是06年至08年 他們剛開始的服務的時候 就發覺大約是產前的命大約有13% 大部份其實是焦慮症 有少部份的不治療 產後訂的其實就有87% 就是產後才接受這個服務 大約48%就是英國焦慮症 43%就是不治療 其實現在各個分區都有的了 譬如新界東大埔沙田等 那邊有一個 新界西屯門元朗天塑也有一個 接著是九龍東聯合醫院那邊 是龍頭的負責 就會照顧聯合醫院那邊 即是觀塘、張軍道那邊 然後還有九龍西 九龍西就在葵聰醫院那邊 即葵聰和荃灣那邊 青衣那邊就有一個專隊 另外就在香港東 香港東就是有一個 叫做東區有德醫院 有德夫人醫院那邊就有一個專隊 那未來 今年內就會再開兩個 就是九龍中 就是九龍醫院那邊 和瑪麗醫院那邊就是香港西 那他們就會各自有自己的專隊 負責他們自己的範圍 那一般來說 怎樣去評估和找這些個案呢 其實就是包括在無英健康院那邊 一些產後剛剛回去做評估 看嬰兒的時候 那些護士會跟他們做評估 或者就是其實他產前的時候 已經是一些高危產婦 要在醫管局裡面看婦產科覆診的 那些他們都會做了評估 那另外有一些的分區他們 直接就是看他們自己的精神科病 裡面有哪些是懷孕的 那他們都會把它介紹到那裡 那還有就是其實 他們會在婦產科裡面 他們會做一個篩選的問卷 那篩選的問卷 是根據國際性的那個 我已經補過篩選的問卷來做的 那已經是外國做得很好 還有香港也都測試過 那個問卷是很準確的 可以測試某個高危的病人出來 那就會將那些高危的病人 就先經由精神科的護士 他們做評估 做輔導 然後覺得有需要接受藥人治療 才會再經這個精神科醫生那邊 再做治療和開藥的 那他們一般來說 就會等到那個產婦 那他們的情況控制了 才會再接那個案 那譬如說那個產婦已經整個病控制了 不需要吃藥了 那他們就可能直接就這樣 就取消個案 或者其實如果他們發覺 他們長期都還需要吃藥 就會再轉介回精神科門診 那這個就是這幾年之間 每個醫管服務做了新的服務 好了 那剛才說了就是這個醫管局內的服務 那但是私營醫院裡面有沒有這些服務呢 那其實私營醫院裡面就暫時沒有的 那一般就是靠 譬如私營醫院裡面 他們都有搞一些產前的班 講一些產前的健康問題 產前的心理問題 做完一些講座 那還有你也可以 譬如如果你是見私家醫生 可以跟你自己那個私家的負責科醫生 去談的情況 或者私家醫科醫生去談的情況